嗨 主持人老師好 老師我想請問你 那個我牛番茄我種網子裡面嘛 然後我記得你說N9 可以幫助那個光照的問題 現在我種差不多半個月嘛 我剛剛有一點土長 所以我如果用N9再壓這樣 還是要用高齡角這樣 有一點土長 這種情形 我是還沒開發 想請問老師 我如果用N9的話 這樣使用就有什麼方法 就這個問題 了解 好 來 這個 劉番茄 現在他既然已經有發現 有這個土長 當然在我們現在種的番茄 都還是適合在我們市裡面 就是說他所需要的這個光照 光照也不用那麼多 所以這個應該不是因為陰天 因為光照不足 去引起的一個應該是溫度比較高 溫度比較高的時候 那時候他植株就算他在這個 比較軟 所以這個部分來說 通常就比較容易 來把它刪成 所以我們現在在看 就是這個 最主要就是要先了解一下 因為這陣子如果是 可能就是這個 我們脊骨 脊骨 最主要是太軟 太軟 所以一般來說 如果是在適當的 這個生長的 這個環境 感染病應該是 尤其像牛番茄這種 這個大脊骨 大脊骨 所以這個很健康 尤其很發達 這個比較低 比較低 正常 我們現在說的是正常的這個情形 這個腦骨 比較大腦 大腦 大腦 但是他不會休息起來 這是 比較健康 比較正常的這個情形 所以呢 這個部門來說 就是有時候 如果有時候 溫度比較高的時候 我們就 尤其是正常一點 這個就是 比較容易發生 這個土漲 因為 這個溫度高 所以可能就比較容易農割 所以漲 就比較容易來改 這個三星 所以我來說就是這個 溫度 尤其夜間溫度比較高 因為 大概就是 白天 血量不要超過28度 25度到28度 最舒適當然是這樣 暗時最好是可以在20度以下 不要低於15度 大概就是 在20度 這段 18度 不要低於15度 因為低15度 就停止生長 所以整個的節節環境裡面 有一個日期 熱量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會超過 你說25度 28度那很困難 幾乎每天 暗時我們也不可能降到20度 所以 這種就是因為 這個高溫所引起的 這個土漲 這個土漲的現象 有的人是會去幫他 這個 算是控制這個水分 但是熱量 你如果是不適當的 這個水分 這個植株也沒辦法說 我們住比較不會怕 所以有時候 我們的一不小心水分就太多 所以 有的人是利用這種 這個矮化劑 去控制他 是怎樣 其實我們是覺得 這個盡量 如果是可以 就不要去用這種 這個矮化劑 去幫他做一個 這個 做這個控制 所以這個就算是我們 比較建議的時間 就是說 不要去用這種東西 去幫他 這個抑制 他的節節生長 所以就是說 如果有 現在就是說 在這個 如果是土漲比較嚴重 如果是已經有這個結果 我們可能盡量 我們可以幫他 這個 這個 稍微幫他 注意一下 稍微幫他注意一下 就是說 如果有夠力就給他老 雖然不太漂亮 但是你稍微幫他老 他就比較不容易 來改這個土漲 所以你有時候 就是說 有的看得到 就隨便幫他黏掉 就幫他這個 這不好 這就幫他黏掉 如果是這樣 有時候就土漲會比較黏掉 就是說明明知道 他夾不好 也是叫夾 像我們在種小番茄 這個第一顆火 明明知道說 這個夾不好 對不對 真的結不好 結不好 我們就可以黏掉 還是 還是比較老 就是說要利用這個結果 要先把這個混雲和蛋 所以得到 我們要先知道這個地方 現在是說 是不是要去用這個 你弱人 你再去用這個磷酸 這個也是不太 沒有說很合理的地方 所以你現在這陣子 我們可能就是寫的 讓他有一點在應用的時候 我們通常的比較就是 吃的讓他很高 但是在應用過程裡面 可能你背後要稍微做一個 稍微來調整一下 如果他真的大了有比較嚴重 我們要犧牲一點 就是說我們把他 算是把他水抗給一點點 算是你用水稍微控一下 稍微讓他稍微打一下 他的土壤就不會那麼嚴重 但是這個水不能打到讓他冷 這個通常我們在財布 因為我們臺灣太熱 所以你在看國外這個水的時候 他都跟你說財布的時候 就是這個 這個水 肥什麼呢 這個都給他控 控到讓他很少 這樣 讓他這樣起來就比較好 但是這個實際上 在我們臺灣你還是 運動太過頭 這個管 因為我們太管了 所以你現在給他控制水分 控制了太過頭去 他就很容易申請 一個掌心的一個烈敗 所以這點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就是我們 有的人會去噴一些 這種病毒 像磷酸你吃 但是這個不是 因為蛋肥過高 如果是說魚很大 蛋肥過高 去噴磷酸你吃 但是我覺得這是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這樣來應 基本上 基本上應該是沒有問題 可以這樣來 用磷酸你吃 去處理 但是這陣子 這個圖長 一般來說 不是光照部主席 是我們的溫度行貴老館 所以這恩酒應該是不適合 所以在這個處理上 你稍微知道一下 但是就是說 這個 他可以把他 勞隔 你就要勞 不要把他 明知道他結不好 你也不要把它打掉 給他頭上 稍微結一下 讓那個藏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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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 就有辦法來解決 所以 這點 可以讓我們 和美女相約 了解到 這個大概 在我們處理當中 是這種的經營 所以 一般 在這陣子 往事 裡面 應該是 跟光照不足 應該是不關 所以利用恩酒 就沒有太大的效果 它應該是溫度過高 這個 這個 土長的現象 所以這可以讓你 了解一下 當然 增加通風 適度的 控制水分 這應該是我們現在可以去做的 就是 甚至用 這個磷酸 你吃的高磷酱 也不是正確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 你用磷酸 你吃下去 也不是正確的 一個效果 因為 這種東西 簡單說 就是說 你若是在營的時候 也不是那個問題 在那 你把他 你把他 抓下去 當然 你看起來 怎麼太動調了 但是這時候 這影響產量非常大 所以我們為兩個方面來做 減少一部分的水分 讓他留下 因為現在來比較涼 你稍微控制 如果有夠 你就讓他留 這來的正常 這個土長 這個現象 就不會掉 地肥率是淡數很高 如果是蛋白很高 肥料很舒服 那你再用這個磷酸 你吃 來把他做處理